我們說在美中科技戰 中國不再被壓著打了嗎 邀請教吳老師 現在竟然中國的長江存儲 對美國的美光科技來提告 說他們侵犯了他們的專利 很可能長江儲存 透過詬病或者某些專利 是跟著人走 而長江存儲雇用那個人 然後總而言之 他取得某些專利 這些專利這樣子 美中之間的科技戰 就是技術上的那些禁運 抵制等等 現在不再是美方壓著中方打 現在看到的是中方在反擊 這個是變成一個 專利權的法律官司 法律訴訟 會展開法律程序 會消耗很多時間 然後可能會拖到明年11月 美國大選之後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的話 這個事情就會一直繼續下去 這樣子的話 從美中關係的角度來觀察的話 中方等於是擺出一個姿態 對美國施壓 你要我解除這個測速 還是說和解 可以 你在某些科技設備的採購限制 你給我換官 就是可以談條件來做交易 就是我要弄出一些事情來 你要我退讓可以 你也退讓 是這個意思 所以問題是這樣子的話 記憶體的晶片價格 可能會因為攻擊端的緊張來走高 有利於記憶體族群的股價走勢 就是說可能攻擊端會受到一些 會供不應求嗎 不是 可能是因為緊張 就是心理上會擔心 心理上可能會擔心 將來會供不應求 大家回應一下口罩的時候 供不應求就漲價 類似這種概念 所以現在還沒有發生 但是之後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對 有這樣的風險 就是說重點在於中方的緩急 對於美方擺出一個姿態 施壓